哈喽大家好 我是深山哥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手机 很多人一闲下来就会看手机 甚至还有些人就连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他还单手骑车 单手看手机 我们国内不知道有多少 因为这样发生了多少的交通意外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现在的生活让我们太恐惧无聊了 我们觉得无聊是件很难接受的事 所以在任何地方都写不下来 这两天我读了一本书 就提到了心悸残疾的问题 有个外国的科学家叫克里福德纳斯 他发现一旦你的大脑习惯了随时分心 跟我们现在这样 随时都有可能拿起手机来看 即使在你想要专注的时候 也很难摆脱这种疾悉 打个比方说 就像你觉得我现在没有什么事做 我需要专注的时候 我就能专注 不好意思 没那么容易 书中详细的告诉我们 如果你生活中潜在的每一刻无聊时光 比如说排队等三分钟 又或者说在餐厅坐着等你的朋友 都是用智能手机浏览来打发时间 那么的话 你的大脑就有可能被重新编排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像是纳斯研究所里所说的心智残疾 这时你的大脑已经不能够胜任深度工作 即使你也会经常安排时间来训练专注的能力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一无聊就刷手机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这只会越来越让我们不能长时间专注的完成一件事情 也就是书上说的心智残疾 因此玩手机也要有计划才能让我们身心健康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 感谢观看